美中贸易谈判4日落幕,双方未发表联合声明。西方媒体普遍认为,美国代表空手而归,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因为尊重习近平才这么客气,并发推说,中方已被美国的贸易获利宠坏了。 中美为期两天的贸易谈判于5月4日结束后,赴北京与中共官员进行经贸磋商的美国政府高级别代表团返回华盛顿。 美东时间4日下午1点左右,白宫发布声明说,从美方代表团的规模和层级显示,川普政府相当重视保障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公平贸易和投资条件,行政当局内部已经达成共识,需要立即改变美中贸易和投资关系。 声明说,代表团反美后将向总统川普通报与中方会谈的情况,并就后续步骤寻求川普的决定。 当日,川普在一场记者会上说,我们的人正从中国返回,不管怎样,针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会做一点什么? 川普强调,我这么说吧,我非常尊重习近平主席,这也是我们这么客气的原因。 我们有非常棒的优异。 但是我们会让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公平起来。 我们会这么做。 与此同时,川普当晚还发了一条推特说,美国高级别代表团与中共领导人和企业代表们进行了长时间会面之后正启程回国。 我们明天将会面以决定结果,但是这对中方将很艰难,因为他们已经被对美国的贸易获利宠坏了。 根据白宫声明,此次赴北京的谈判美国高级代表团,适应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邀请,并在川普总统的指示下,组团附中谈判。 美方代表团成员包括团长财长母亲、商务部长罗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经济顾问库德洛、贸易顾问纳瓦罗、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近参加。 但中方的代表团成员,中共官方仅提到副总理刘鹤。 港媒报道,中美谈判结束当天,从双方会谈后的合照显示,中方代表团由8人组成,分别是副总理刘鹤、财政部长刘坤、商务部长中山、央行行长义刚、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等。 中美双方谈判4日结束当天,中共党媒报道称,中美双方在某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但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还有较大分歧。 路透社称,美国代表团空手而归。 有中国学者分析,从中共党媒消息来看,基本上是谈崩了,双方分歧太大。 估计还得谈几个回合,才能摸到对方底牌。 华尔街日报则说,中方代表团的官员在国际贸易法方面缺乏经验,进一步加大了双方在谈判结束之前找到共同点的难度。 为期两天的中美贸易谈判4日结束,会谈没有达成协议,也没有确定下一次会谈的日期。 由美媒说,中美谈判中,美国代表团向中方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要求,美国专家都为此感到震惊。 纽约时报披露,由财政部长母亲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向中方提出了八大要求, 包括要求中共在未来两年削减美中贸易赤字2000亿美元,停止补贴先进制造业领域。 这些要求暗示尽管进行了两天的谈判,但双方的立场仍非常强硬。 报道称,美方提出的要求清单非常广泛,显示川普政府不打算妥协。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普拉萨德说,清单读起来像是招详条款。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与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资料,2017年美中贸易赤字达3752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代表团向中方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要求,除了要求将美中贸易逆差削减2000亿美元之外, 还要求中方停止针对高新技术领域的所有支持性措施。 报道说,美方是在一份文件中提出这些涉及面广泛的要求的, 并在美中贸易谈判开始前,将该文件提交给了中共官员。 这些要求的内容还包括,中方需下调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 并承诺不会对美国的惩罚措施及贸易限制进行报复。 美联社5月5日称,美国专家都为川普团队的强硬要求感到震惊。 报道引述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普拉萨德的话说, 强硬的方法使得谈判解决更加困难, 中方愿意在进一步开放市场和更好的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谈判, 但显然没心情满足川普团队的意愿。 纽约时报称,中共也向美方提出要求, 包括要求美国放松对高科技和军事产品的出口限制。 中共官员也提出了美国惩罚中兴一事。 由于中兴向伊朗和朝鲜违规出售产品, 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口芯片和其他设备。 对于这次中美谈判,新华社称, 双方就扩大美对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 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 充分交换了意见,在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 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 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并建立相应工作机制。 5月份访问美国,中共可能派遣副主席王岐山访美。 迄今为止,中方谈判团队由副总理刘鹤带队。 5月3日,朝鲜党魁会见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中共官方报道,双方再次明确朝鲜无核化, 王毅表达了中共参与无核化进程的意愿。 而朝方官媒对无核化之字不提。 不过,朝方报道韩朝首脑会晤时, 则明确提及完全无核化目标。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报道, 王毅在会谈中对韩朝签署半门电宣言表示祝贺, 并称支持朝鲜将战略重心转移至经济, 以及朝鲜在推进无核化进程中解决自身正当安全关切。 中共愿同朝鲜保持沟通,加强协调。 金正恩也表示实现半岛无核化是朝方的坚定立场。 但不寻常的是, 朝中社的通稿中并未谈及任何无核化的发言, 只称金正恩对双方就重要问题再度确认立场表示满意。 而朝中社4月28日报道韩朝会晤时, 强调韩朝双方确定已实现完全的无核化为共同目标, 并为此目标一起努力。 报道还登载了版门电宣言全文, 其中也明确提及无核化。 针对王毅访朝, 有分析认为是为习近平出访平壤打前站。 也有媒体评论称, 是为了解朝韩首脑会晤的细节, 同时确认中共在朝鲜半岛重要问题上仍有话语权。 观察家认为, 这次朝鲜官媒有意忽略中朝会谈中的无核化内容, 可能是不想朝鲜国内舆论过多关注契合, 也有可能是有意淡化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影响。 在此之前, 版门电宣言中的表述已有将中共排除出局的迹象。 该宣言在提到构筑半岛和平机制时称, 要建立美韩朝三方对话或美韩朝中四方对话。 中共官媒对此解读时, 威胁称如果中共被排除在外, 朝鲜半岛将无法实现和平, 理由是当年签署朝鲜半岛停战协议时有中方参与, 现在签署和平协议也需要得到中共首肯。 不过, 外界有声音对该说法表示质疑。 日前, 韩国总统府对媒体说明和平协议构想时表示, 如果即将到来的美朝首脑会谈取的成果, 美韩朝三国会立即商讨中战宣言, 届时由中共自己决定是否参与。 该说法准确阐释了版门电宣言中三方对话或四方对话的确切含义。 这似乎表明, 中共在朝鲜局势发展中的作用已经可有可无。 韩国朝鲜日报4月30日社论称, 今年以来, 每当朝鲜半岛政治局势迎来拐点时, 中共熏机就违规侵入韩国防空识别区。 与废弃朝核相比, 中共更看重自己的亚洲霸权, 今后可能成为比朝核更严重的安保威胁。 5月4日, 美中贸易谈判不欢而散。 俄美消息, 中共拒绝回应美方关键要求, 只在某些不重要问题上有让步, 以换取美方放松制裁措施, 其中特别提出要求修改针对中兴的禁售令。 贸易谈判结束当日, 中共新华社报道称, 双方在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 但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 德国之声同日报道称, 新华社通稿的最后一句话 概括了本次谈判的最重要结果, 就是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德国之声报道还称, 美方代表团在谈判前向中方提出的要求, 包括2020年前减少对美外贸顺差2000亿美元, 停止对高科技企业进行补贴, 进口关税跟美国关税保持同等水准等, 遭到中方拒绝。 但报道引述知情者消息称, 中方在几个问题上做出了有限的让步, 如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扩大从美国进口商品等。 此外, 早在谈判开始前几天, 中方还受理了美国Extress信用卡在华业务的申请, 以及宣布允许外资控股大陆合资证券公司等。 报道称, 中方在多个方面放松制裁措施, 包括放弃进一步限制中方投资,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做出相应妥协, 调查中方在美投资时要仪式同仁等。 中方还希望美方尽快结束动用301条款对知识产权的调查, 收回启动课征25%关税的计划。 在中兴物一案上, 中方希望美方听取中兴的上诉陈述, 修改今年4月做出的禁售令。 中共商务部发布的达记者问, 也透露中方盘及了中兴问题, 要求美国做出一定的让步。 德国之声报道引述分析称, 两天的谈判不足以带来突破性结果, 但中共可能希望通过某些临时性让步, 换取美方推迟关税制裁, 从而获得更多谈判的空间。 不过, 谈判结束后, 中美双方还没有提及川普政府是否会延迟启动关税计划。 根据301调查结果, 美国已宣布针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 逆征25%关税的清单, 目前处于窗口期, 大约将在6月前就会决定是否付诸行动。 此外, 另外1000亿的清单也在酝酿当中。 美国总统川普在4月24日曾警告称, 如果此次谈判无法达成协议, 美国会按计划向中国产品征税。 而中共也已经拟定了针对500亿美元美国产品的报复计划。 如果美方启动征税, 就将引发中美一场关税大战。 但随着关税战, 中美货币战, 科技战也已经逐渐拉开序幕。 在此前的交手中, 美国针对中兴的禁售令, 准确地击中了中共高科技产业的缺心漏洞, 让军方背景的中兴立即陷入休克状态。 这似乎是迄今为止中共损失最大的一役, 导致34名中国人死伤的朝鲜重大车祸已过去数日, 一直被指车祸遇难的毛泽东敌孙毛新宇, 于4日以照片方式露面中共军工机构, 似有意必要。 中国传播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发布消息称, 5月4日, 中国传播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与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召开协同创新研讨会, 双方就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展开协商。 报道说, 战争研究院党委常委佟同海星、陈荣帝、 毛新宇、 聂宋来等人和专家参观了系统工程研究院相关实验室。 网页报道中附有一张六人图片, 其中一张貌似毛新宇, 自有意必要朝鲜车祸死亡事件。 日前朝鲜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造成34名中国游客死伤, 其中32人死亡, 两人重伤。 事故发生后,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罕见地前往中共驻朝鲜使馆, 表达哀痛之情, 并亲自到医院探访伤者。 几天后3月26日, 金正恩亲率朝鲜政府官员前往火车站, 动用专列将34名死伤者送返中国。 日本TBS电视台原因消息称, 朝鲜方面动用的是金正恩的御用专列。 金正恩还登上列车看望中国伤员, 并检查摆放死难者及伤者的车厢。 朝中社公布的画面显示, 金正恩紧握一名包着绷带的男性伤员的手, 表示慰问和鼓励, 并说, 对亲密的中国友人在我国遭遇惨祸深表哀悼和歉意。 运送死难者的朝鲜专列上, 除了随行的朝鲜政府官员和医疗人员之外, 朝鲜方面还带续了至习近平的慰问店。 是动众的动用专列, 且出动众多朝鲜政府官员前往火车站送别中国死难者, 在外界看来一呼寻常, 而死难者的来头更让人质疑。 令人不解的是截止4月30日, 事故已经过去8天, 大陆官方对死伤者的名单仍会莫如深。 4月28日, 总部位于北美的《世界日报》刊登署名云上风的评论文章披露, 最新可靠名单显示, 复朝团是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5周年 中国复朝文化交流参访团, 团体主干是中国红歌会, 多数成员为当年复朝作战将军的子女。 报道说, 除了多个毛粉团体和代表人物遇难外, 据说毛泽东迪孙毛新渝也在伤亡者名单中。 但相关消息至今未得到中共官方证实, 暂时也未见毛新渝本人露面澄清。 在此之前, 毛新宇曾经自述他去过五次朝鲜, 两次获得时任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接见, 分别是1986年和1990年。 2017年3月17日, 毛新宇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杂志专访时说, 1986年, 他在北大附中读高中期间, 第一次到朝鲜给他的伯父毛岸英扫墓。 那是1986年夏秋之际, 我随中国青年代表团来到朝鲜。 代表团一共八百多人, 团里有两男两女的身份比较特殊, 两男是我, 毛岸英的侄子, 以及罗胜教的侄子, 两女是黄继光, 邱少云的侄女。 毛新宇说, 这次来朝, 他们一行获得金日成的接见, 那天是1986年9月1日。 金日成跟他说, 很高兴在朝鲜见到他。 金日成在接见他们这些志愿军烈士亲属时, 还讲了毛泽东派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检要经过, 也讲了他的伯父毛岸英死亡经过。 他说, 1990年他和母亲大姨一起去朝鲜。 大姨刘思琪和母亲少华姐妹俩分别嫁给了毛岸英, 毛岸英兄弟俩。 毛岸英死后, 刘思琪在上世纪60年代重新组建家庭, 但他也多次到朝鲜扫墓。 毛岸英是毛泽东与杨开会的长子, 朝鲜战争时任中共志愿军司令部基要秘书兼俄语翻译。 1950年11月25日, 在朝鲜平安北道的中共志愿军司令部遭空袭炸死。 对于毛岸英在朝鲜战场阵亡的原因与气节, 66年来中共官方与民间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 这使得毛岸英之死成为中共建政治金的一大悬案。 而社会上流传着毛岸英的N种司法。 2004年3月, 原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 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迪将军, 出版了险难中的共和国领袖与将帅一书, 进一步描述毛岸英用今日承送给彭德怀的一小筐鸡蛋炒饭师, 结果引来美军飞机轰炸身亡。 1985年5月, 时任成都军区参谋长的丁干如将军也披露, 毛岸英违反规定就着火炉炒饭师, 引来美军飞机轰炸, 正在炒饭吃的毛岸英和值班参谋高瑞欣躲到桌子下面被炸死。 作为毛泽东的长子,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之死, 一直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 官方与民间也有大量的研究。 但从目前所披露的文献来看, 毛岸英的真正死因似乎依然是未解的一桩悬案。 至于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毛新宇, 是否在朝鲜遭遇吹祸, 目前为止也是一个谜团。 双方分歧太大, 估计还得谈几个回合, 才能摸到对方底牌。 华尔街日报则说, 中方代表团的官员在国际贸易法方面缺乏经验, 进一步加大了双方在谈判结束之前找到共同点的难度。 为期两天的中美贸易谈判4日结束, 会谈没有达成协议, 也没有确定下一次会谈的日期。 由美媒说, 中美谈判中, 美国代表团向中方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要求, 美国专家都为此感到震惊。 纽约时报披露, 由财政部长母亲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的美国代表团, 向中方提出了八大要求, 包括要求中共在未来两年削减美中贸易赤字2000亿美元, 停止补贴先进制造业领域。 这些要求暗示尽管进行了两天的谈判, 但双方的立场仍非常强硬。 报道称, 美方提出的要求清单非常广泛, 显示川普政府不打算妥协。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普拉萨的说, 清单读起来像是招详条款。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与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资料, 2017年美中贸易赤字达3752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美国代表团向中方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要求, 除了邀美中贸易谈判四日落幕, 双方未发表联合声明。 西方媒体普遍认为, 美国代表空手而归, 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 因为尊重习近平才这么客气, 并发推说, 中方已被美国的贸易获利宠坏了。 中美为期两天的贸易谈判于5月4日结束后, 赴北京与中共官员进行经贸磋商的 美国政府高级别代表团返回华盛顿。 美东时间4日下午1点左右, 白宫发布声明说, 从美方代表团的规模和层级显示, 川普政府相当重视保障美国企业和工人的 公平贸易和投资条件, 行政当局内部已经达成共识, 需要立即改变美中贸易和投资关系。 声明说, 代表团反美后将向总统川普通报 与中方会谈的情况, 并就后续步骤寻求川普的决定。 当日, 川普在一场记者会上说, 我们的人正从中国返回, 不管怎样, 针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会做一点什么。 川普强调, 我这么说吧, 我非常尊重习近平主席, 这也是我们这么客气的原因。 我们有非常棒的游艺, 但是我们会让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公平起来。 我们会这么做。 与此同时, 川普当晚还发了一求将美中贸易逆差削减2000亿美元之外, 还要求中方停止针对高新技术领域的所有支持性措施。 报道说, 美方是在一份文件中提出这些涉及面广泛的要求的, 并在美中贸易谈判开始前, 将该文件提交给了中共官员。 这些要求的内容还包括, 中方需下调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 并承诺不会对美国的惩罚措施及贸易限制进行报复。 美联社5月5日称, 美国专家都为川普团队的强硬要求感到震惊。 报道引述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普拉萨德的话说, 强硬的方法是得谈判解决更加困难, 中方愿意在进一步开放市场和更好的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谈判, 但显然没心情满足川普团队的意愿。 纽约时报称, 中共也向美方提出要求, 包括要求美国放松对高科技和军事产品的出口限制。 中共官员也提出了美国惩罚中兴一事。 由于中兴向伊朗和朝鲜违规出售产品, 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口芯片和其他设备。 对于这次中美谈判, 新华社称, 双方就扩大美对华出口, 双边服务贸易, 双向投资, 保护知识产权, 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 充分交换了意见, 在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 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 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并建立相应工作机制。 据报道, 双方不排除中共谈判代表团6月份访问美国, 中共可能派遣副主席王岐山访美。 迄今为止, 中方谈判团队由副总理刘鹤带队。 5月3日, 朝鲜党魁会见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中共官方报道, 双方再次明确朝鲜无核化, 王毅表达了中共参与无核化进程的意愿, 而朝方官媒对无核化之字不提。 不过, 朝方报道韩朝首脑会晤时, 则明确提及完全无核化目标。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报道, 王毅在会谈中对韩朝签署半门电宣言表示祝贺, 并称支持朝鲜将战略重心转移至经济, 以及朝鲜在推进无核化进程中解决自身正当安全关切。 中共愿同朝鲜保持沟通, 加强协调。 金正恩也表示实现半岛无核化是朝方的坚定立场。 但不寻常的是, 朝中社的通稿中并未谈及任何无核化的发言, 只称金正恩对双方就重要问题再度确认立场表示满意。 条推特说, 美国高级别代表团与中共领导人和企业代表们进行了长时间会面之后正启程回国。 我们明天将会面以决定结果, 但是这对中方将很艰难, 因为他们已经被对美国的贸易获利宠坏了。 根据白宫声明, 此次赴北京的谈判美国高级代表团, 适应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邀请, 并在川普总统的指示下, 组团附中谈判。 美方代表团成员包括团长财长母亲, 商务部长罗斯,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经济顾问库德洛, 贸易顾问纳瓦罗,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近参加。 但中方的代表团成员, 中共官方仅提到副总理刘鹤。 港媒报道, 中美谈判结束当天, 从双方会谈后的合照显示, 中方代表团由八人组成, 分别是副总理刘鹤, 财政部长刘鹤, 商务部长中山, 央行行长易刚, 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等。 中美双方谈判4日结束当天, 中共党媒报道称, 中美双方在某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 但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还有较大分歧。 路透社称, 美国代表团空手而归。 有中国学者分析, 从中共党媒消息来看, 基本上是盘崩了。